再往那边走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呀 快看那边 有什么东西冒出来了 是他没错了 草龙阿佩谱 我有想过他会很大 但没想过他有这么大呀 小小的神明 小小的人类 离开我的领地 满天黄沙之中 像你们这样雷弱的生命 是无法生存的 我们是来救你的 阿佩谱 我不需要被拯救 尤其不需要被你 布燕尔 你和阿蒙一样 明明只存在了虚余的时间 却仗着天上的威光 自诩此地的领主 不如多看看你的前路吧 最后 你也会重蹈覆辙 我知道你憎恨神明和人类 但你已经很虚弱了 为什么不能暂时放下这种仇恨呢 暂时放下 愚蠢的布燕尔 就算你治好我 我也不会感激你 你在亲手复苏 将要毁灭虚迷和弃国的巨龙 你只是病了 没错 时间会让所有人都不治身亡 我虽然病重 但我很清醒 我和那些像你们妥协的古龙不一样 真的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抗 而是真相 哼 真相 这就是智慧之神无法逃离的稚固 我已经为真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迟早你也会 喂 别走 小心 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喂 是什么 完全没有见过 是家人 他们也是家人 不应该是训兽的样子吗 外形 重要 不 本 质 相同 构成他们的元素力和我们完全一样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家园的居民 这是他们经历末日之后的模样 这也是一种适应 只不过相当凄惨 我们还有很多家人 没有逃出来 为了在末日之中生存下去 他们逐渐改变了形态 成了现在的样子 回家吧 家人们 马上就能回去了 喂 她 她在发光 无数的知识与情感 都在我的体内涌动 他们都很兴奋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促成了原本需要漫长的时间 才能实现的成长 说明你背负了大家共同的期望呀 是啊 终于能回家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最后的一段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用选择 来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